而唯一的区别就是他在刘连铭的酒杯里下毒 但梁亿的酒杯就干干净净 先上梁亿 串通刘连铭修改监控 再灭了梁云的口 这个凶手 不仅心狠 而是刺激 就在这时法医在刘连铭的酒杯里发现了增速剂 这正是指甲油的组成物质之一 此时沈亿猛然恍惚 他再次翻看预审录像 突然发现 虽然每个女人的样貌身材不尽相同 可共同点是每个女人的手都很好看 这证明院长实际上是痴迷于女人的手 而对于有这种嗜好的人 在指甲里藏毒是最好的下毒方式 此时沈亿在预审录像中 也终于发现了唯一一个涂有指甲油的女人 原来是他